第39题 请列出完整化学反应式后进行细数平衡 当细数为最简单整数时 所有细数的总和为多少 我们看到他原来给的化学反应式是这样 而从前一题当中我们已经知道 某气体应该是氮 所以化学方程式写成如此 那么我们教到平衡的时候说 由最复杂的开始做起设作一或二 那我们可以觉得我们的NH3 按最复杂把它设作一 设作一之后我们这个蛋就会有一个 那这边的蛋是两个 所以要写的是二分之一 这里没东西了 所以要回来看 这里呢是 这里有三个氢 所以呢这边呢要有三个氢 这里有两个 所以要写作二分之三个 二分之三个氢 那么这样的氧就会有二分之三个 所以这个也要有二分之三个氧 那么氧就变成二分之三个氧 所以这里要变成二分之三个氧 可是这个不是最简单整数比 所以我们全部都乘以二 所以这个是二 三 三 三 一 那么二加三 加三 加三 加一 那么三个三是九 二加九 加一 就是十二 所以它的系数总和是十二 所以三十九题问我们说 当系数为最简单整数时 所有的系数总和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 租十二 好 好